每天吃一瓜风批结巴巴巴 人生若如初见都播了咋又突然下架 就真的很突然李宪春夏主演的新剧 首播前半个小时突然被湖南卫视撤当 爱奇艺虽然正常播放但上线6集后 剧粉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就也突然静悄悄的下线了 随后官微回应应科技原因下线 上线时间另行通知 魔幻的操作把剧粉都给整自闭了 科技原因纯粹托词 这部剧下架的原因也不复杂 就是打着一部历史证据的名义有些颠倒黑白 剧情出了问题 李宪那个角色的原型 就是最大的潮点 好奇的表辈可以自行百度量弊 其实这个剧本之前夜内看过 对很多人都担心会不过审的 因为人物背景设定与那段争议很大历史高度重合 这确实是原创剧本等于没原著却不代表没原型 参照了太多原型事迹的话就是有原型 人生若如初见 改名黎明即起 需要众审 之前项目进展之所以没问题 主要是片方关系印 编剧又是江其涛代表作亮剑 少帅人间正倒是沧桑 觉得不可能被卡就硬拍印过了 但现在审查是好几批专家的 像这种涉及近现代史的还要找历史 专家包括暗史研究相关的人 所以就这样了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